7月27号,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试运行 以前500多件文物精彩亮相 特别是300多件新出土文物 让期待已久的朋友们终于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神秘瑰丽的古属遗珍 博物馆中新出土的青铜神坛一直备受瞩目 它的组件包括三星堆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 青铜神兽和三号坑出土的 被称为奇奇怪怪的铜顶坛人像 以及驰鸟丽人像 它们组团后将为我们重现怎样的场景 古属人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起来探访 这件器物可谓是三星堆所有文物中最为复杂的一件 目前的组合共分三层 最下方一层为神坛 神坛底座呈方形称为四方坛 四边中心位置是一个小铜人 双手五指并拢放在膝上 咧嘴露出上下牙齿 神坛的四脚各有一位立室铜像 呈跪坐姿态 都面朝同一方向 共同抬着杠杆 拖起一只神兽 这四个人抬着的就是这个怪兽 实际上这个兽是一个大象 你看它的象牙 象鼻 然后抬着这个人 这个人的连接和这个 它们就看奇奇怪怪的这个 这和这个地方相连接 神兽背上还跪坐着一个只有下半身的小铜人 这个跪坐小铜人着装为短袍 脚灯翘头靴既有腰带 经过比对 发现它的边缘形态 与三号坑出土的铜顶潭人像的断口十分吻合 这件铜顶潭人像刚出土时 因造型太令人费解 被大家称为奇奇怪怪 尤其是中间这位趴着的头戴鸟形帽的铜人 而就在这件趴着的青铜人像的头上 其实还立着一个人 经过考古人员细心比对 终于在三号坑出土的人像中发现了它 是一尊铜鸟立人像 这个铜鸟立人出土的时候 因为它当时全部是手臂上是覆盖了泥土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 就发现它的左手臂和右手臂 其实都缠要有铜丝 而且它这个铜丝 它是分别 分别缠绕在不同的部位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立着 要让它的左手臂所缠绕的铜丝 是围绕着这个铜元的上部 然后右手臂缠绕着铜丝 是铜元的下部 这个就是它铜丝 对 这个就是当时的其中一部分的铜丝 就缠绕在那个手臂上 把这个人像 人像它就通过像这种铜丝 它就捆绑在上面 给它缠绕在上面的 专家判断如此复杂繁琐的布局和姿态 或许与当时的祭祀活动相关 在铜鸟人像身后 是四根类似于喇叭的柱形器具 上面附着一条龙 柱形器具上方有四个圆口 通过工作人员对其进行 3D扫描比对发现 这四个圆口的直径大小 与顶尊贵座人像底座大小吻合 我们在展厅里面 也会想办法把这个圆形 进行一个复原 然后再根据三维扫描的时候 这些大小的数据 然后看它是哪一个面 跟它进行拼接 拼接完以后 我们再对这个圆形 给它进行一个绞型 这个绞完形以后 这个是在中部 中部然后它中间的这个圆 正好就跟我们这个 顶尊贵座人像的圆 的直径是一致 它就在这上面立着 什么作用呢 中间这个柱子 它还是残缺的 那么它现在残缺这个部位 它是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构建的一个底座 说明这一件器物的顶上 这个底座上面 还有其他部分 现在就我们还没有发现 它这个残缎的这个上部 到底是跟哪些器物 在新馆中亮相的 新出土文物中 有一件乖乖龙十分呆猛 这件文物的头部 像老虎头一样 躯体上扬 犹如一条飞龙 这种造型的文物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 其他遗址里从未发现过 它也因此成为 三星堆新出土的明星文物 那么这条虎头虎脑的 青铜龙隐藏了哪些秘密 古人又拿它来做什么呢 这件虎头龙身青铜像高约80厘米 前肢立在一个三角形的铜支架上 后身翘起 嘴里闲着一件带刃的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头部有明显的龙脚和龙须 耳朵却和其他龙星文物 有着明显不同 但是这个 它的耳朵的这个造型 有点像星形的那种造型 它就 我们现在发现 它感觉它有点像老虎的耳朵 所以现在给它秘密叫虎头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三星堆龙头的一种造型 它有很多种 像这种 但是基本上 龙头的头部 它都是这种微张 带齿 所以这种造型在三星堆里面 所有龙的造型 应该是很很有特点的一种 很独特的一种 很独特的 同时 考古人员在这件文物的器座上 还发现了一只 非常写实的鸭子造型 这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考古发掘中 也属首次出现 嘴部是这种扁平的 同时它的两只脚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像那个鸭子的那个带谱 所以这个 我们说三星堆在鸭子合办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就能发现到 三星堆确实有这个 有鸭子 所以这种造型也是在三星堆 第一次发现这种像鸭子的造型 在考古人员仔细清理这件 虎头龙身青铜像的过程中 还意外发现 龙身的腹部是中空的 并设计有盖子 意思为储存物品所用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 储存有一些像其他宝贝的东西在这里面 那么目前我们在做清理的时候 只是对这件器物表面的附着物 像泥土和一些符绣进行了一些清除 那么剩下的这些很多区域 我们都没有进行修复和进行清理 那么把这个部位保留下来 我们希望可能到时候接下来 如果有可能的话 对这件器物上一些科学检测的设备 像包括上CT或是X光的分析检测 看看它中间这个部位 龙身的龙肚子上到底有什么好的保围 虎头龙身青铜像 周身装饰有一道道虎斑纹浅浮雕 在泥土覆盖下 明显可以看到猪杀的痕迹 考古人员推测 这件器物目前还并不完整 可能是更大器物的基座 像它断裂的这个尾部 我们现在在展程上 针对这种残缺 变形和断裂的文物 我们没有时间去对它进行修复 那么像那残缺和断裂的部位 我们都给它保留 那么可能我们会分在 两个不同的展柜上 去进行陈列展示 对这件器物进行一个三维数据的采集 把它缠断了两个部分 通过数字复原的形式 给它复原起来 那么再通过多媒体 或者通过3D打印 1比1还原的方式 给它进行陈列展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